大家好,我是蘋果爸 今天又到了蘋果爸愛分享的時間 那這一回的影片整理呢 有時候我會在論壇或是社團看到一些有趣的主題 或者是可以去激發一些討論 那我就會把它製作成影片 那不僅是自己可以備份,我以後也可以看 那也可以方便讓大家去了解跟參考 那我們論壇呢,先說明一下 如果你有註冊跟登錄的話,你可以想得到比較多的功能 例如說搜尋引擎,我們都知道Google啊,它可以做搜尋對不對 那其實論壇呢,也可以做搜尋 論壇今年12年,然後 差不多 有5萬多的會員,然後呢 文章很多啦 我可能也不是每一筆都記錄,所以我這個時候呢 也是需要靠那個搜尋引擎 所以會跟各位說明,如果你可以的話 註冊登錄,然後呢,就可以透過搜尋的方式 好,那這個主題很有趣喔,他是在論壇做提問啦 我有分享到社團去 就是他要找那個貓咪的圖塊 那一般這種圖塊呢,真的不好找 所以你可以自己講到碼去做創造 那利用現在網路上的資源 免費的一些資源啊,那我這邊 也會 不定時去挖一些好康的來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以下呢,是一個 非那種 標準的做法啦 就是這是一個個人的一個心得跟技巧 那也歡迎大家來一起做 討論,就是我這邊希望有個拋針引玉的概念 我的方法不是說最好的,但是 目前呢,是可以滿足他的需求 好,那我們先把畫面呢,我們先移到我們的 電腦畫面 好,我這邊呢,先打開我的網頁 那剛剛調說 要記得做登錄,當然你訪客也是可以看大部分文章啦 那我會建議說 你今天 除了爬文之外,你可能不習 不習慣做發文啊,或是做討論 你開爬文,那你要看到更多資訊 我會建議你註冊登錄啦 免費註冊 不用費用 然後登錄之後呢 好,我們看一下上面的一些 導航列,這邊有些選單 那請你選擇搜尋 然後選擇進階搜尋 這個搜尋比較強大 我們內建這邊 這邊也是有一個搜尋,可是他搜尋的 因為網站的關係,他這邊搜尋的 文章比較少 請你用進階 進階之後呢,這邊就可以輸入你的關鍵字 我這邊直接輸入 貓咪 按Enter 就直接 論壇的搜尋 這邊點選 然後他請求支援 貓咪圖塊 說真的,這可能是行業別,或是他可能做設計類的,還有這個需求 那我們是做建築的,我們當然沒有這個需求 不過還是可以做這方式 我去搜尋到圖片 然後呢 做轉換 就是 論壇有一些 我常講說叫 技巧搭配 就是你今天 透過什麼樣的技巧去產生你的要的東西 第一個呢,先搜尋圖片 那我這邊呢 點選,按圖片看一下 我就先搜尋貓咪的圖塊 你可以 用中文或英文都可以 找到你需要的圖塊之後呢 假設 我需要這個圖塊 當然你可以自己描繪,可是自己描繪很花時間 所以你可以用轉換的方式 我這邊呢,把它做個 印純圖片 然後呢,我先放桌面 OK,放桌面搞定 關掉 然後回到我們的 論壇 OK 那我這邊呢,有個 之前分享的 如何 透過免費的線上 轉檔 然後把它轉成向量檔 就轉了我們CAD檔案 那它可以轉成DXF OK,那因為它是免費的關係,它好像一天有限制 我記得好像轉 沒幾個啦 好像轉兩個幾個 它就是鎖定 可能要你付費 那沒關係 我們先轉一個還OK 好,再來呢 選擇文件 很簡單 這邊直接選擇 好,選擇桌面 然後這邊一個圖片 開啟 那轉換的格式呢,這邊呢,會請你做選擇 跟它選擇CAD然後DXF 再來呢,選擇轉換 轉換完畢之後呢 就可以 產生一個 DXF 就是向量檔 然後我們就可以在 CAD檔把它打開來做使用 OK,好,那這邊就直接選擇下載 好,我們打開它 好,下來之後呢 這邊呢,這邊做點選 就可以直接做打開的動作 OK 好,你就有這個媽咪圖塊了 自己描繪比較花時間啦 那你通過軟體幫你做轉換 我們再試一次 一樣回到網頁 然後我這邊做搜尋 假設我今天需要的是狗的 OKOK YouTube Dent 然後它最好的狀態是 它 是黑白的最好的 比較好轉換 今天如果是照片 它可能 免費的 軟體呢 它轉換可能不是那麼的精訊 那這個還蠻不錯的 這個有貓咪 又有狗狗 有汪性能跟貓性能 那一樣這邊做個 另存圖片 我一樣先放到桌面 好,第一個先收集你要的素材 然後呢 通過免費的 網站呢 幫你做轉換 然後我們這邊貼到 切換到這個地方 然後呢 再一次 轉換更多文件 我應該今天還有扣檔 好,再選擇一次 選擇 這個 然後 開啟 然後呢 記得切換你要的形式 我要的格式呢 那是CAD的DXF 然後再選擇 轉換 稍微等它一下 所以 輕輕鬆鬆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一個 圖塊內容 然後你可能可以利用這個輪廓呢 再做一些加工 可能你有你的工作用途或者是娛樂用途都可以 非常的簡單跟單純 好,完成了 這邊選擇下載 OK,我直接打開它 然後中間滾按兩下 實際畫面 哇,這個蠻豐富的 有狗狗 這應該是拉不拉多 最喜歡拉不拉多的 然後呢 這應該是梗犬 梗犬 這個是 貓咪的品種 我就比較看不出來 貓咪很多品種 對狗狗比較了解 像這個像是黃金獵犬 非常可愛 好 這個是 這是什麼 貴賓啦 貴賓 好,以上呢 是我們 透過 論壇的搜尋 第一個 我們就回到論壇 你可以去 注射登錄 然後呢 去透過搜尋的動作 那搜尋我最後再講一個 一樣點它 然後選擇進階 很方便喔 它 除了你剛剛打關鍵字 之外 比如你今天打了 CAT好了 然後呢 你可以直接搜尋Google 它透過Google來做搜尋 也是可以 然後呢 會出現一些關於CAT的這個關鍵字 做搜尋 一樣有貓咪圖塊 然後一樣就是 因為CAT的梗比較少 就是這些資料 所以你可以 去打人家的關鍵字 比如說你今天 圖塊 Enter 然後它就會出現 相關圖塊的 我們論壇喔 它這邊會直接搜尋論壇 的所有資訊 關於圖塊的這個關鍵字 非常方便 所以我會建議說 然後呢 就可以去做過 搜尋的工具 可以得到更多的資訊 跟你要的東西 像 沒事多划文 有事多發文 那可以去挖坊 以上就是我的分享 那一樣喔 最後 如果你還沒有 訂閱我的頻道 你可以 訂閱我們 然後按下小鈴鐺 我現在會趁著空檔呢 把我的一些知識啊 或者是一些 技巧 那會 固成影片 然後跟大家做分享 就會 幫助更多的朋友 那你 記得 如果可以 幫我們按讚 做分享 然後我們還有粉絲專頁 記得幫我們做按讚 跟分享 OK好 我是蘋果爸 那我們下回的 影片 跟焦絕分享 下回見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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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